咳咳咳咳不停 一个咳嗽万能方 横扫寒咳 热咳就咳 今年冬天各种病毒轮番上阵 中招的人一波接一波 尤其是咳嗽的人特别多 有黄痰的 有白痰的 还有霉痰的 最近就看到不少人提问 问咳嗽总也好不了怎么办 虽然说咳嗽是气道的一种自我保护 但是咳个不停也难受不是 中医认为咳嗽的主要病位是在肺 我们的肺通过呼吸道和外界相连 主喧发速降 感受外泄以后 肺的喧发速降功能失常 肺气上腻 出现咳嗽的症状 这跟西医说的细菌病毒感染之后 引起的咳嗽有相通之处 但是中医治病跟西最大的不一样呢 就是辩证论治 简单一个咳嗽就分为了七个症型 像这种属于外感引起的咳嗽又分为了风寒 风热和风噪 那你说治疗起来麻烦吗 其实也不麻烦 有这么一个方子可以说是治咳嗽的万能方 寒咳 热咳 心咳 酒咳 它经过加减变化都能够治 这个方子就是止塑散 方中一共七味药 其中 节梗宣肺 既泄火又散寒 警戒解表 去邪外出 子晚润肺下气 还化痰散结气 摆布润肺止咳 白浅降气化痰 陈皮造失化痰 甘草补气且散寒 全方可以说是去寒 清热 宣肺 化痰 补益的作用都兼备 如果你咳嗽的声音比较清脆 白痰为主 打喷体 还有白色的鼻涕 你看舌头 舌质淡红 舌头薄白 那你多属于是寒咳 可以参考止塑散 加上生姜 酥叶来散寒止咳 如果你咳嗽的声音很浑浊 黄痰为主 总是口干口渴 还有黄鼻涕 舌是红 舌苔是黄的 那多属于是热咳 可以在止塑散的基础上搭配一个金银花 鱼腥草来清热 化痰止咳 还有的人是肝壳为主 痰比较少 口干 鼻腔干 皮肤也比较干燥 舌苔伸出来一看 舌苔也干 这种人多属于是风噪伤肺了 可以参考止塑散 加上脉冻百合 来润肺止咳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但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在这里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中医知识 临床具体加减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来 所以不能看到方子拿来就用 如果你有需要 开张专业医生帮你